欢迎来到北方频道老梁说天下节目 我是老梁 今天咱们要说的话题是相当有意思 什么话题呢 比方说我们经常打个电视机 看到这些演员 演小品的 唱歌的 跳舞的 有不少的演员来自部队 他有时候经常露面的时候穿着军装 那么既然是来自部队穿着军装 好多人就好奇 还说你看宋楚英出来了 黄红 潘昌江 韩红 这都部队的演员呢 他们这是什么军衔呢 你看这几星几道杠 有人很好奇 有人说这是少将 说那个黄红也少将 说潘昌江大笑 这种说法到底准确不准确 他们到底是什么级别 有没有军衔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情 这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但长久以来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有没有军衔呢 跟大伙说最真实的一句话 他们根本就没有军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文职干部 比如说你老梁说的不对啊 不有文职少将 什么这说法吗 没有这说法 这个说法纯属子虚无用 咱们的总政治部啊 有一年在解放军报上 专门登文声明 文职干部是没有军衔的 没有所谓文职少将文职大笑 根本就没这个说法 那为什么民间流传的很广啊 说这个谁谁是少将 谁谁是大笑 是因为他们在技术等级上享受和少将大笑同待 所以误传说这个是少将谁是大笑 部队的干部分成两类 一类叫现役军官 一类叫文职干部 现役军官是有军衔的 诗官 校官 将官 什么大笑啊 什么上将 中将 有军衔的 而文职干部一定没有军衔 那么说这些文职干部靠什么定级呢 他有技术几级 比方技术五级 技术四级 技术三级 技术二级 技术一级 最高技术一级 他这个分 那么这种文职少将的说法 根据这个技术等级呢 给这些文职干部换了一车装束 比方说达到技术三级以上的 换一车装 换什么装呢 他这个徽章各方带着松子印 这个帽子呢 大眼帽 有那个金黄色的装饰 看着就像部队里面 兽衔那个少将似的 所以当时这是装束像少将 当时以讹传讹 就说这些人是文职少将 所以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准全 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在电视里一看 说宋祖英是少将 黄红少将 不对 没这个说法 他们是技术三级以上 技术三级以上相当于什么呢 说白了 副军级以上 你比方说这个 宋祖英是副军级待遇 黄红副军级待遇 马亦涛正军级待遇 李双江正军级待遇 这个待遇是指什么呢 可不是他们跟那些少将中将 完全一样 不一样 在公司收入上 他们差不多在一个线上 孙政有可能他多拿点 但是在其他像住房啊 专车这些方面 恐怕和那些完全走军衔序列的少将呢 多多少少还要有一点差异 这是 其中技术一级的 有一个大家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谁呢 严肃 严肃我们这老头都八十了 严肃是现在中国军队里 服役年龄最长的老兵 六十年在部队待了 这六十年间呢 他一直是空军文工团的创作员 一级编剧 他也没当过什么领导干部 但是年限非常长 资历后 所以最后呢 是技术一级 我爱祖国的蓝天 这首激励了一代代空军官兵的歌曲 我爱祖国的蓝天 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 严肃五十年前创作的 从一六十年来 严肃先后创作了一千多部 深受人民群众和官兵喜爱的文艺作品 获得国家和军队文艺奖一百多项 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加冕 现在他虽以八十岁高龄 但创作激情未减 一九六四年 他创作的歌剧《江节》引起全国轰动 一年内就演出二百五十七场 此后五次赴牌演出五百多场 创造了我国歌剧史上的奇迹 作为一名服役近六十年的老兵 严肃始终把自己的根扎在部队 他上高原 下海岛 到边防 几乎走遍了空军所有部队 创作出军营男子汉 长城长等一大批优秀的军旅歌曲 他还抽出时间为基层培养文艺骨干 为部队创作了百余手 诗歌 团歌 深受官兵欢迎 技术一级他拿的工资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上将一级 也就是说严肃享受上将一级的待遇 但是他本身那可不是上将 那刀上将那可大不一样 上将大致的工资多少呢 就是我过去啊 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文 大概一万五千多块钱 他一月能拿一万五千多块钱 那么今年七二十七号呢 是咱们这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总政策部的主任李基奈 这些人都到场了 包括文化部的部长蔡武都来了 参加严肃 他写词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 然后总政策部呢 也给这个严肃啊 非常高的评价 一直坚持主旋律创作 是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建议全军向严肃徒制学习 你看给他待遇很高 所以严肃之上 已经到了文哲干部的顶尖 技术一级 享受上将一级的待遇 但是呢 他确确实实没有军衔 所以大家记住一点 现役军官是有军衔的 文哲干部都是没有军衔的 文哲干部有军衔 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原来是唱歌跳舞的文哲干部 搞科研的唱歌跳舞的 意愿的 转成了部队的指挥官 这时候才可能给的军衔 他具有领导功能了 比方说 咱们看八一队 王涛 把平凡球世界冠军王涛 他享受大效益级别待遇 就正式级待遇 但是他是个技术干嘛 他是八一队的总教练 他没有军衔 郑海峡有军衔 为什么呢 郑海峡成八一队女兰的领队了 领队进入了领导序列 你可以指挥了 就是进入领导干部序列了 所以郑海峡反而有大效军衔 就你只有从原来唱歌跳舞打球 搞科研的这些转的领导级别来 才有军衔 那么在这里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 军衔不是随便授予的 军衔有五大功能 军衔的同一个功能就是指挥功能 就是你授抢的人上战场 你比方说你是个校官 你得指挥下边这兵 你是个将官 你怎么指挥 就是你必须就有指挥功能 在战场上 比方说 你这大校碰着个少将 大校得拼少将 他具有这种指挥功能 上级指挥下级 没有指挥功能 就不叫军衔 军衔最最基本的功能是指挥 第二功能是直级 就是你是将我刚才说的 上将管中将 中将管少将 少将管大校 军人们 服从命令是天职 这叫直级 然后是自立 然后再是荣誉 什么叫荣誉 也是一些礼仪需要 比方说 你军队出访到美国 那美国军队就相应有一个军衔 跟你差不多的来接待你 这是一个荣誉 最后一个装饰 野军衔和部队的当兵 看着好看 所以五大功能 叫指挥 直级 资历 荣誉 装饰 这是军衔的五大功能 最最基本的功能 是指挥功能 如果你不指挥 下级进行作战 具有这种能力的话 你就谈不上有军衔 咱们说唱歌跳舞的 他哪会指挥 这个指挥带 在战场上 他没有指挥能力 所以说 他们是没有军衔的 所以这里我告诉大家 一个基本常识 就是文职干部 一律没有军衔 当然现在我们看 演艺圈里 这个进步部队的人很多 比方说韩红 这是空城文工团的副团长 特招入伍人 特招入伍人工团的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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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上美能的副团的副团整 it的副团 潘昌江是97年特兆入屋的 到了二炮的屋团 你高峰差吗 差多少 差多少啊 就差了一张 一个人 一马呀 他不讲理事的 他不讲理事的 我不是来接你的 你凭什么上船 你是来接高峰的 我就是高峰 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吐笔吐气那样 咋看咋不像 我看你有点不会夸呀 呱呱叫的 那是蛤蟆呀 高峰到哪哪发财 爱他的姑娘才成才 高峰要跟你小个溜里 支个这儿多大嘴 小眼睛啊 来一步看我呀 我看你这人 真讨厌 那你是没西看 西看我这人还有点啊 招人团哪 潘昌江那是正式级待遇 韩红大致也是 现在应该是 富士级以上的待遇 包括咱们很熟悉的一些演员 黄红 始终在总政歌舞团 一级演员 富士级待遇黄红 颜学兴 就跟这个原先长二段 演山姓这个 现在也到了海正文工团 海正文工团 他享受富士级待遇 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 一定要刷卡啊 千万别拿名片破个白瞎蹭啊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说你呢 投币 做家属也投币啊 那你谁家属啊 就为咱俩在这儿没成 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 那天他一激动 不认我做干爹吗 我认他做干爹吗 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 香山赏月 还好意思说呢 从香山下来 就把一公里省一块钱 不做出租打我地 半路上车就坏了 帅领我爸妈集体推车 都把车推到天安门 天都亮了 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宋祖英 是海郑歌舞团的副馆长 父亲举带 谢谢 东方的玻璃温柔美丽 芬芳的曲子连心愿 这桥铃的花灯 这桥铃的花灯 能到零灯霜 也不愈穿雲 即使你在天涯香的晚里 清晰的花香都会百穿越 ION 最后花灯 在天涯拋越 也不愈穿雅 思念在山嵘 是海郡灯霜 contaminant 也不愈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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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愈穿雅 那边 也不愈穿雅 就是你 像李双江 马玉涛这些艺术家 都是正军级待遇 包括克里木 还有演毛主席的胡岳 这都属于这个正军级待遇 所以就是我们熟悉这些个演艺人员 他好多都来自部队 说相声里边有俩将军 常规田和李立山 李立山是北京战友文工团的 常规田是这个海战文工团的 这两个人都只是副军级待遇 相当于少将的这个待遇 那说到这有人说 说是最近这些年 怎么看着这个 有一些人往部队里挤 曼海洪当了空正副团长 早些年你看潘长江什么也进去了 说怎么这么多演艺人员的往部队里挤 跟大家说实话 主要是部队待遇好 而且稳定 首先你说住房 这个住房你到部队 只要你是这个级别 相当于这个级别待遇 就给你说 这是住房待遇 再一个你看 工资待遇上 工资待遇不在于你这个在谁是挣多少 退休以后一分钱不减 而且还有社会地位 所以说有不少演艺人员 当他过了最活跃的演艺年龄的时候 他给自己考虑找后路的时候 往部队里挤 觉得那是最稳定的地方 往那去 当然过去呢 也有过联傅立强的部队的演员 不甘愿在部队拿那点钱 你看王刚原先是沈阳文工团的 就是那个沈阳军区文工团的 他后来他写自传的时候写的很坦白 他说八六年的时候 他们团里不少部队的演员除了走学 在武昌和九江一带走学 哎呀这走学每天赚的盆满过满的 那可是拼了老命挣钱了 王刚很坦白 咱们说这可不我说下话 王刚出了本自传 大家感兴趣 你翻个看看里边写的真实情况 那个时候部队文工团演员出来走学来 挣了不少钱 所以当时引起了部队一些人的非议 这帮人出来走学 你看部队拿一份工资 又出来得这个钱 那么针对这样情况 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没考虑改革 1980年的时候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有一段时间了 他面对是一支机构非常臃肿庞大的部队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 曾经提出裁军一百万 那时候就针对军队要进行改革 小平同志当时就说了 说这个部队里头啊 那么多行政级别 那么多干嘛 用得着吗 比方说军校 你要教军人数理化 这用得着军人来教吗 你把老师教的也挺好吗 因为他说医疗证 大夫非得是军队的干部吗 那普通医生 他该是医师是医师 你这该教授是教授 就按照地方的规格套给他 不就完了吗 所以小平同志当时提出 部队要有所区分 把非战斗序列的这些人 尽可能不占部队的贬值 这样减轻军费 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呢 也确实为了 把一些臃肿机构解除 在1988年的时候呢 咱们中国军队呢 做了一次了不起的改革 当时大约有16万的部队的文职干部 从这个部队序列里剥离出来了 完了规定文职干部不穿军装 等现役军官那边要穿军装 这16万文职干部不穿军装 穿便装上班 但是当时呢 为了照顾这些人情绪呢 保留他们军籍 就你不归地方 你还是不对的 那么这种缓动之际呢 当时是有想法的 就说你这16万文职干部 剥离了这个部队了吗 不穿军装了吗 保留你们军籍 这些人我们认 把他养到老 等新进来的文职干部 都没有军籍了 这就我们改革现在常说的 就说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这些搞这个医疗的 搞科研的 唱歌跳舞的这些人 文职干部 16万 他们不穿军装了 但问题出现了 这些人情绪很大 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1992年的时候 这个文职干部管理条例正式出台 规定啊 他们又穿回军装 保留军籍 你看看 咱中国啊 你瞧瞧各个部门 这个文务团 唱歌跳舞团队 多达几十个 乱美国 他也不是没有文职干部 你能管演出的 就那么一个军官 历年呢 部队往下拨多少经费 他就根据这经费 比方说经费给的多了 我找大腕 找卖客截讯 精神给的少了 我找几个小伙 所有演员都临时找 管这事就一个军官 他算文职军官 部队管开支 就管他一人 咱们可倒好 养了这么庞大一堆 唱歌唱舞的 所以我们看 部队接下来改革 恐怕这个手术刀 就要针对文职干部这一块 另外一个 军装穿在身上 这是很神圣的一种浓郁啊 你相当于这个级别待遇 那么你有时候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要按照军人的方式约束你呢 不该站的好处别站的 要注意自己的社会声望呢 而咱们说 有些个别的 部队的文艺界的文职干部 表现的很不好 社会声望也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 才可能对现在文职干部 有一个更清晰 更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 好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 大家耳熟能详的 部队当中的演艺明星 他到底都享受什么级别待遇 好 感谢您的收看这次老男生的感觉 我们下期节目 将官 什么大校啊 什么上将中将 有进权的 而文职干部 一律没有进权 那么说 这些文职干部 靠什么定级呢 他有技术几级 比方技术五级 技术四级 技术三级 技术二级 技术一级 最高技术一级 他这个分 那么这种文职少将的说法 根据这个技术等级呢 给这些文职干部 换了一身装束 比方说达到技术三级以上的 换一身装 换什么装呢 他这个徽章各方 戴着松子印 这个帽子呢 大眼帽 有那个金黄色的装饰 看着就像部队里面 兽强那个少将似的 所以当时就是装束像少将 那当时以讹传讹 就说这些人是文职少将 所以这个说法 是完全不准全 就是你比方说 我们在电视里一看 说宋祖英是少将 黄红少将 不对 没这个说法 他们是技术三级以上 技术三级以上 相当于什么呢 说白了 副军级以上 你比方说这个 宋祖英是副军级待遇 黄红副军级待遇 马玉涛正军级待遇 李双江正军级待遇 这个待遇是指什么呢 可不是他们跟那些少将中将 完全一样 不一样 在公司收入上 他们差不多 在一个线上 虽然有可能太多拿点 但是在其他像住房啊 专车这些方面 我恐怕和那些完全走军衔序列的少将呢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差异 这是 其中技术一级的 有一个大家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谁呢 严肃 严肃我们就老头都八十了 严肃是现在中国军队里服役年龄最长的老兵 60年 他不对待了 这60年间呢 他一直是空军文工团的创作员 一级编军 他也没当过什么领导干部 但是连线非常长 资历厚 所以最后呢 是技术一级 这首激励了一代代空军官兵的歌曲 我爱祖国的蓝天 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严肃 五十年前创作的 从一六十年来 严肃先后创作了一千多部 深受人民群众和官兵喜爱的文艺作品 获得国家和军队文艺奖一百多项 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加冕 现在他虽以八十岁高龄 但创作激情未减 1964年 他创作的歌剧《江姐》引起权 他还抽出时间 为基层培养文艺骨干 为部队创作了百余手 诗歌团歌 深受官兵欢迎 技术一级 他拿的工资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上将一级 也就是说 严肃享受上将一级的待遇 但是他本身那可不是上将 那招上将那可大不一样 上将大致的工资多少呢 就是我过去啊 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文 大概一万五千多块钱 他一月能拿一万五千多块钱 那么今年7月27号呢 是咱们这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总政策部的主任李基奈 这些人都到场了 包括文化部的部长蔡武都来了 参加严肃 他写词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 然后总政策部呢 也给这个严肃啊 非常高的评价 一直坚持主旋律创作 是部队唯一工作者的楷模 建议全军向严肃徒制学习 也要给他待遇很高 所以严肃之上 已经到了文哲干部的顶尖 技术一级 享受上将一级的待遇 但是呢 他确确实实没有追降 所以大家记住一点 现役军官是有军衔的 文哲干部都是没有军衔的 文哲干部有军衔 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原来是唱歌跳舞的文哲干部 搞科研的 唱歌跳舞的医院的 转成了部队的指挥官 这时候才可能给的军衔 他具有领导功能了 比方说 咱们看八一队 王涛 打平凡球世界冠军王涛 他享受大效益级别待遇 就正式级待遇 但是他是个技术干部 他是八一队的总教练 他没有军衔 郑海峡有军衔 为什么呢 郑海峡称八一队 你拿着领队了 领队进入了领导序列 你可以指挥了 就是进入领导序列了 所以郑海峡反而有大效军衔 就你只有从原来啊 唱歌跳舞打球啊 搞科研的这些 转的领导级别来 才有军衔 那么在这里 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 军衔不是随便授予的 军衔有五大功能 军衔的头一个功能 就是指挥功能 就说你受强的人上战场 你不要说你是个校官 你得指挥下边的兵 你是个将官 你怎么指挥 就是你必须具有指挥功能 在战场上 比方说你的大效碰着个少将 大效得听少将 他具有这种指挥功能 上级指挥下级 没有指挥功能 就不叫军衔 军衔最最基本的功能是指挥 第二功能是直级 就是你说演艺人员 当他过了最活跃的演艺年龄的时候 他得自己考虑找后路的时候 往部队里挤 觉得那是个最稳定的地方 往那去 当然过去也有过 年复立强的部队的演员 不甘意在部队拿那点钱 你看王刚元先是沈阳文工团的 就是那个沈阳军区文工团的 他后来他写自传的时候 写的很坦白 他说八六年的时候 他们团里不少 部队的演员出来走学 在武昌和九江一带走学 哎 这走学每天赚的盆满过满的 那可是拼了老命挣钱了 王刚很坦白 咱们说这可不我说下话 王刚出了本自传 大家感兴趣 你翻个看看 里边写的真实情况 那个时候 部队文工团演员出来走学了 挣了不少钱 所以当时引起了部队一些人的非议 这帮人出来走学 你看部队拿一份工资 又出来得这个钱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没考虑改革 1980年的时候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有一段时间了 他面对是一支机构非常臃肿庞大的部队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 曾经提出裁军一百万 那时候就针对军队要进行改革 小平同志当时就说了 说这个部队里头啊 那么多行政级别 那么多干部 用得着吗 比方说军校 你要教军人数理化 这用得着军人来教吗 你把老师教的也挺好吗 你老师一聊这 大夫非得是军队的干部吗 那普通医生 他该是医师是医师 你这该教授是教授 就按照地方的规格套给 他不就完了吗 所以小平同志当时提出 部队要有所区分 把非战斗序列的这些人 尽可能不占部队的编制 这样减轻军费 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呢 也确实为了把一些臃肿机构解除 在1988年的时候呢 咱们中国军队做了一次了不起的改革 当时大约有16万的 部队的文职干部 从这个部队序列里剥离出来了 完了规定文职干部不穿军装 等县义军官那边要穿军装 这16万文职干部不穿军装 穿店装上班 但是当时呢 为了照顾这些人情绪呢 保留他们军籍 就你不归地方 你还是部队的 那么这种缓动之际呢 当时是有想法的 就说你这个16万文职干部 剥离了这个部队了吗 不穿军装了吗 保留你们军级 这些人我们认把他养到老 等新进来的文职干部都没有军级了 这就我们改革现在常说的 就说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这些 所以故传说这个是少将 谁是少将 部队的干部分成两类 一类叫现役军官 一类叫文职干部 现役军官是有军衔的 士官 校官 将官 什么大校啊 什么上将 中将 有军衔的 而文职干部一律没有军 那么说这些文职干部靠什么定级呢 他有技术几级 比方技术五级 技术四级 技术三级 技术二级 技术一级 最高技术一级 他按这个分 那么这种文职少将的说法 根据这个技术等级呢 给这些文职干部换了一车装束 比方说达到技术三级以上的 穿换色装 换什么装呢 他这个徽章各方戴着松子印 这个帽子呢 大眼帽 有那个金黄色的装饰 看着就像部队里面 兽衔那个少将似的 所以当时就是装束像少将 所以当时以恶传恶就说这些人是文职少将的 所以这个说法就完全不准确 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在电视里一看 说宋祖英是少将 黄红少将 不对 没这个说法 他们是技术三级以上 技术三级以上相当于什么呢 说白了 副军级以上 你比方说这个宋祖英是副军级待遇 黄红副军级待遇 马玉涛正军级待遇 李霜江正军级待遇 这个待遇是指什么呢 可不是他们跟那些少将中将完全一样 不一样 在公司收入上 他们差不多在一个线上 孙政有可能他多拿点 但是在其他像住房啊 专车这些方面 我恐怕和那些完全走军弦序列的少将呢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差异 这是 其中技术一级的 有一个大家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谁呢 严肃 严肃我们就老头都八十了 严肃是现在中国军队里服役年龄最长的老兵 六十年在部队待了 这六十年间呢 他一直是空军文工团的创作员 一级编剧 他也没当过什么领导干部 但是年线非常长 资历厚 所以最后呢是技术一级 我爱祖国的蓝天 青空万民 这首激励了一代代空军官兵的歌曲 我爱祖国的蓝天 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严肃 五十年前创作的 从已六十年来 严肃先后创作了一千多部 深受人民群众和官兵喜爱 家庭的光业 清醒的花香都会百传亭 作詞曲 李宗盛 像李双江 马玉涛这些艺术家 都是郑军级待遇 包括克里木 还有演毛主席的吴越 这都属于郑军级待遇 所以我们熟悉这些个演艺人员 他好多都来自部队 说相声里边有俩将军 常规田和李立山 李立山是北京战友文工团的 常规田是海战文工团的 这两个人都只是副军级待遇 相当于少将的待遇 那说到这儿有人说 最近这些年 怎么看着有一些人往部队里挤 马玉涛当了空正副团长 早些年你看潘长江也进去了 怎么这么多演艺人员往部队里挤 跟大家说实话 主要是部队待遇好 而且稳定 首先你说住房 这个住房你到部队 只要你是这个级别 相当于这个级别待遇 就跟你说这是住房待遇 再一个你看 工资待遇上 工资待遇不在于你这个债水的挣多少 退休以后一分钱不减 而且还有社会地位 所以说有不少演艺人员 当他过了最活跃的演艺年龄的时候 他给自己考虑找后路的时候 往部队里挤 觉得那是最稳定的地方 往那去 当然过去也有过年复立强的部队的演员 不甘意在部队拿那点钱 你看王刚原先是沈阳文工团的 就是那个沈阳军区文工团的 他后来他写自传的时候写的很坦白 他说八六年的时候 他们团里不少部队的演员 出来走学 在武昌和九江一带走学 哎 这走学每天赚的盆满过满的 那可是拼了老命挣钱了 王刚很坦白 咱们说这可不我说下话 王刚出了本自传 大家感兴趣 你翻个看看里边写的真实情况 那个时候部队文工团演员出来走学了 挣了不少钱 所以当时引起了部队一些人的非议 这帮人出来走学 你看部队拿一份工资 又出来得这个钱 那么针对这样情况 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没考虑改过 1980年的时候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有一段时间了 他面对是一支机构非常臃肿庞大的部队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 曾经提出裁军一百万 那时候就针对军队要进行